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大家把平时写的那个文章带到那个考试 随着你的考卷一起交上来 时间是六点四十分 教室记一下是理科教学楼的二零七 理科教学楼的二零七 那么在六月十一号 理科教学楼的二零七 晚上六点四十分给大家考试 等到你们考试成功了以后呢 就去过我们的传统的中国民族的节日 端午节 是不是 明白了啊 记好了 那么所以呢 今天那个课呢 我很高兴 因为来的人特别多 这也是我的那个经验了 教书很多年 总是在最后的一节课里面 同学们来的数量特别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想听一下 我怎么出题 怎么复习 怎么考试 这个呢 完全是关系到你的身世存亡的 所以一定要来的 但是呢 这里有个问题提出来了 我们是研究文明的 研究文明呢 我们经常有这样一种说法 说呢 文明有个兴起阶段 有个发展阶段 有个鼎盛时期 最后有个衰落时期 这个是一种理解 然后呢 我们的课也是这样 有个起源时期 有个那个发展时期 有个高潮时期 最后应该有个复习时期 对不对 这样的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 这种说法说 历史是不断向前演进的 不断向前演化的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它不承认文明的一个发展 最后是个衰落时期 只是说呢 它是一个被超越时期 听得懂吗 它不是被衰落 而是被超越 假如从这种世界观来看问题呢 我们这个课呢 最后一堂课 就应该说 它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呼吸课 而是一个全课的高潮时期 明白了吗 这个在西方或者在中国 都有一些伟大的历史学家 他们呢 到那个老年的时期 他们要退出教书 育人的时期的时候呢 他们往往提早退休 为的是写一部更好的著作 要么像汤英比那样 对人类提出一些忠告 要么像那个汤英比那样 在一个领域里 做出结束的成果 总结一下 这个一种做法呢 都是属于什么 也就是说 在最后的时候 也是最辉煌的时候 所以我比较倾向 第二种做人的方法 那么我记得 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刻 我们整个大学生人群 非常亢奋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他说我们要毕业了 非常亢奋 我们也有感恩之心 什么感恩之心呢 就是我们学生啊 本科生啊 突然之间冒出了 二十几个 那个学术论坛 所以平时都让老师讲了 现在是我们该发言的时候了 所以本科生一个一个谈 自己的论点 自己的观点 所以突然之间冒出 那么多的学术论坛 可见他们是把毕业 看成是人生的一个什么 最高潮的一个阶段 同学们 你们现在当然还没毕业 这是小朋友们 一年级两年级 但是你们总记得 中国一个很有名的歌 叫什么歌啊 叫毕业歌 听说了吗 这个毕业歌是叫你们 唐岛不干呢 还是叫你们 我们毕业的时候 桃里芬芳 我们要当不去更加高潮 所以呢 我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研究文明 主要不是研究文明 是这么衰落的 而是文明怎么超越的 我们的课也是这样 所以今天呢 不是给你们复习的 而是给你们打气的 对不对 因此呢 今天不来复习 我们冷了讲 要讲什么呢 这个课呢 来多一点 你们不要笑 我知道你们的心理 你们期末 开学的时候 希望我讲得越多又好 到了那个考试时期 就希望我讲得越少越好 你们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你又讲了 你讲了以后 是不是又要考了 对不对 不要有这种什么 我们说 做人要大气 对吗 不要有这种小家子气 读书就是 但能力从小气变成大气 文明呢 就从局限走向世界 这个问题 因此呢 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 看时间来得及 来不及讲 第一个要讲的内容呢 是叫做 全球文化研究中 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全球化 全球文化 这是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也很有趣 叫做西方文明的运动方式 西方文明的运动方式 第三个主题就更加有趣了 叫做中西文明的差异于复古 这是今天要讲的问题 那么我们其实也是复习 我们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复习 把我们要说的一些 关键性的理念 就结合在讲课内容中 来加以贯彻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来讲第一个问题 叫做全球文化研究 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有历史里面 有一种历史书 叫做全球史 是不是 我们也知道 我们现在有个叫全球化 我们也知道 在全球化的这个过程中呢 不仅仅是指政治的全球化 经济的全球化 我们也是这文化的 一种全球的沟通 所以那个全球化呢 有个全球文化的问题 或者说全球化有个维度 是专门研究文化的 那么我们要说呢 这样呢 我们就得了解一下 学术动态 因为我们认为呢 我们做学问啊 都要在全人研究的基础上 进行研究 我们学习历史呢 有四根支柱 一个呢 是教材 它给你比较准确的历史知识 一个呢 叫学术动态 它给你什么 研究走向前沿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我们叫做原始材料 是不是啊 或者二手著作 第二手的 人家的学术著作 这个给你一个研究的依据 研究的看法 最后呢 你要形成你自己的观点 或者结论 叫做你对历史有个认识 你有个解释体系 我们需要这四条杠杆 那么这样呢 你写出来的研究的作品呢 才是能够代表前沿的 而且是不说空话的 因此呢 我们要介绍一下 在全球化的文化维图里面 那个学者们在争论一些 什么样的东西 他们在探讨一些 什么样的理念 首先呢 就是一个问题 就跳了出来 叫做全球化的原因是什么 全球化的原因是什么 关于全球化那个原因啊 有这么三种代表性的意见 第一种代表性的意见呢 说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网络的发展 计算机的发展 电视的发展 技术手段的发展呢 已经把世界连成了一片 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有道理 是吧 你看以前那个林慧英 要做个报告 谁要来听他的报告啊 这个徐志默要来听他的报告 徐志默为什么要来听 林慧英的报告啊 因为他说得好 所以他就要从什么地方 乘一架飞机 飞啊飞啊飞啊飞到 这里来听林慧英的报告 后来飞机不信什么 掉了下去 这个就是 现在需要这样吗 现在我们这个教师 我们在录像 对不对啊 我们在讲课啊 我们甚至在这里讲课 我有一次讲课最有趣了 我帮大家讲课 同时呢有个同步传送 我每次上课都要这样来说 北京大学的同学们 新疆石核汗 新疆石核汁大学的同学们 你们好 有意思吗 因为他同步传送 那边还有四十几个是新疆石核汁大学的 可以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化了 我们能很容易在一个更加广泛的 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基础里呢 我们来谈 所以呢 有一派就认为 为什么说能够全球化呢 主要有技术 交流技术的支撑 科高科技的支撑 有电视网络 那么这样一来呢 导致了世界连成一片 我们从电视里接到的信息 不仅仅是中国的信息 也不仅仅是北京的信息 我们知道的是亚洲的信息 是全球的信息 这样呢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上 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这是一种观点 另一种观点呢 他认为是社会世界决定了全球化 什么样的社会世界呢 你比如说勒曼人 把什么罗马帝国征服了 或者那个什么 发生什么什么战争了 这样一个中特定的历史世界 军事世界 政治世界 它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融合 它会推进一种全球化的过程 那么这样用世界 无论是军事事件 政治事件 那么这种情况呢 推进了 都有可能引起全球化 那么你要说了 你说的这种事情 历史上是比较多的 我们现在世界的纽带啊 每天打仗的事情啊 每天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事情啊 比较少 那么人们就想起另一条纽带 这条纽带叫做经济的纽带 因为经济是全球发展的 我们不是有一个什么 世界贸易组织吗 为什么外国的货币的波动 也会波及到中国呢 这个已经连成一个体系 所以呢 它就认为是某个因素 或者是某个事件 它导致了全球化 这是第二种看法 现在还有第三种看法 第三种看法呢 叫做历史决定了全球化 这些是一些历史学家 一些社会家提出的观念 他们把全球化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呢 是1500年以前的世界 被认为那个是地方主义发展的世界 没有连成一片的世界 这就是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社会 前工业社会的时期 那么第二个时期呢 就叫做近代早期 它是从1500开始的 到1850年 这一段时期 这一段时期呢 叫做近代早期 那么近代早期呢 它的历史发展呢 世界渐渐的全球化了 为什么出现了哥伦布航海 出现了什么 全球的那个贸易 那个麦泽伦 对吧 全球航行 世界连成一片 地利大发现 是吧 这个是近代早期 那么还有现代 现代是从1850年 一般是算到1945年 这个叫做现代 还有一个叫做当代 当代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1945年以后到现在 那么这么来划风呢 你可以看出一种 历史发展的趋势 历史发展什么趋势啊 就是越来越连成一片 横向的作用 越来越起作用 因为在过去呢 传统的发展呢 是纵向的积累 纵向的发展 但是随着年代的 向现代的推进 发现什么 发现横向的联系 横向的作用 横向的影响 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呢 这就是关于全球化的 来源 原因的三种解释 那么关于这种解释以后呢 就要来争论了 谁是全球化的主角 谁来扮演 这个全球化的主角 是东方人 还是西方人 还是其他什么 谁推动了全球化 或者说经济推动 文化推动 科学技术推动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要认为的第二件事情 在学术动态里的 第二个争论 就是谁扮演了 全球化的推手 或者谁扮演了 全球化的主要的角色 这里面的一个 重要的学术争论 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 在一些学者眼里呢 扮演全球化主角的 就是西方文化 而在另一些学者那里呢 全球化的目标 不是西方化 而是全球的现代化 因此这样一种争论 是在西方化和现代化 这个两种观点的争论众形成的 那么这两种观点呢 就认为 这里面的一个核心的理念 叫做现代性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总是从落后的 转向先进的 而历史之所以要发展 怎么能够发展 是一种比较先进的东西 不断地取代 一种比较落后的东西 我们讲 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说你发明了一个黑白电视机 你看得很开心 我也称赞你说 你也看到很开心 但是我又发明了一个新的 彩色电视机 你的黑白电视机这么小 九寸的 我的彩色电视机 五十四寸的 好吧 看起来又清楚了 又好啊 结果呢 你就不看那个 黑白的小电视了 你喜欢看大的彩电了 这个呢 适合你很自愿的 你喜欢看更好的东西 我们举这样通俗的例子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历史发展 也是一个 以先进的事物 来取代成就的事物 这样一个演化的过程 因此推动现代 那个全球化的推手 不在于是什么文化 而在于是什么进步 你什么东西比较先进 什么东西给人们带来方便 带来美好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立得住主 立得住脚 所以这个才是全球化的 真正的推手 因此我比较倾向于说 引起全球文化的 那个推手 主要叫做现代性 这种现代性越来越发展 社会就越来越向前演进 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现在就来了 简单介绍一下后果 你说这个全球化了 文化也全球化了 你的后果究竟是什么呢 学术界有这么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呢 就是对全球化 尤其是对全球文化 它呢是持一种乐观态度 这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呢 可以用一个词来加以概括 这个词叫做 新的人文国际环境 他认为在新的人文主义 国际环境里面呢 它有一些特征 这个特征就是 全球化的推动下呢 世界的联系和沟通 将会得到增强 一些基本的观念 它会在全球流行 那么人类呢 有一个地球村的概念 那么各国之间 人们的联系紧密 甚至互相依赖 结果呢就推动了 那个先进的事物 科学的东西 在全球进行传播 这会影响世界格局 导致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的到来 这个是对全球化 或者全球文化的传播呢 持乐观的态度 持肯定的态度 与此相反 对全球文化 持悲观态度也有 持悲观的态度的 那个认为呢 这似乎有一点 文化帝国主义的倾向 尤其是像 迪士尼乐园 好莱坞电影 可可可乐 米老鼠 这样的事物 在全球传播 结果呢 它会导致一个恶果 就是它会削弱 民族文化的 生存的余地 也就是本来民族文化挺好的 你自己发明一个什么 绿豆汤 喝得很开心 突然之前 它弄出一个毒品一样的 可可可乐来了 配方还保密 卖得还比你贵 尤其对你们这些小朋友 喝起来很开心 其实现在已经认为 可可可乐对牙齿特别不好 对不对 像我这样的人喝了 又会更加的肥胖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点像毒品 不太好的东西 但是它刚来很新奇啊 上面弄着什么可可可乐 然后呢就去喝那个东西 把绿豆汤的位置呢就挤掉了 我以后觉得煮个绿豆太麻烦 而且我也煮不好 人家煮出来绿豆汤是绿豆 我煮出来是红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说 这种西方的东西 在市场上大量的冲筛 它就会导致什么 削弱民族文化 所以对它持一种悲观的态度 甚至抵触的态度 我把上面的观点呢 来归纳一下 就是这么认为的 一方认为 是否全球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 和那个民族文化的对抗 这既在技术层面上得到反应 也在意识和文化层面上得到反应 引起了资本主义的扩张 或者说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 而另一方则认为 是不是历史的发展 引起了全球化和全球人民之间的 更加紧密的联系 各个民族都受到了全球文化的激励 这样一种观点呢 就是关于原因方面的解释 关于第二点 有一方认为 全球文化的目标是 扫除和一致 与现代精神相违背的一切掌握 而另一方认为 是否目标是 维护和加强资本主义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 因而具有侵略性 由于各地之间呢 存在着显著的地域的发展差异 因此好像那个全球化呢 是否只被发达国家有利 而将以牺牲发展的国家有利 为代价 这是两种不同的观点 那尽管上述的理论 接受检验 并且不断在辩论之中深入 但是呢 我认为呢 这个讨论呢 似乎是太大了 我这个人啊 和大家讨论的时候 希望你们写文章应该什么 以小见大 能具体就具体 千万把学问做在你自己能够掌控的 那个范围内 不要谈很大的东西 因此我认为 关于全球化也好 全球文化的基础也好 最好谈一些更加小一点的 具体一点的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够深入 如果你去谈什么叫全球化 什么叫全球文化 作用是什么 这很可能 叫做你有你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定义会产生很多奇异 但是我们把单位再降低一点 谈一些大家认可的标准 比如说 你的国民收入是多少啊 比如说 你的那个住房面积是多少啊 这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可测量的 我们之间就可以进行对话 可以进行共同探讨的 这样一种研究 那么下面是一些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作为一种强势的单一文化 如西方文化的兴起 能否准确地解释为 全球文化的兴起 或者换一种说法 简单地赞同 全球文化的传播 就是一种西方文化的传播 这样做对不对 是否能够说明问题 这是我提出的问题 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 全球化的文化基础 究竟是什么 全球文化的内容如此广阔 而去其所传播的范围 之间的差异又如此之大 除了西方文化 现代性之外 有没有一种归纳 是更加有效的 如果不是上述事物 给予全球文化的 内部的一致性 那么又是什么东西 给予了它的一致性 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 近年来的全球化研究表明 全球文化是不断成熟的 它从近代早期开始的 到现在还没结束 那么当前是否存在什么 进入全球文化的转折点 我们目前是否已经进入了 一个全球文化的时代 以至于民主国家的文化 因此遭到了一种叫做 文化归属感的危机 这些问题现在是 可能一段时间 或者将来冷难是 我们要看到全球化的核心问题 那么既然我们把民主文化 视为全球文化的一个基础 而不是对立 那么文化上的尊重 就是文化走向全球的 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在现代文化里 没有什么要比 对于各种文化传统 尊重更为重要的了 其实越是自己文化 发展到好的文化 你就越要尊重其他的文化 并且善意从其他文化那里 来学到自己所缺少的东西 这样就能够使自己变得更强 那么这样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全球文化 导致是世界文化的单一化 还是多元化 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全球文化一来 是不是减少了文化的物重 还是增多了文化的物重 你们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啊 我觉得是增加了物重 而不是减少了物重 同意吧 本来你喝绿豆汤挺好的 现在又多了一个可可可乐 也不是多了一个东西 你干嘛一定要说 你多了一个可可可乐 人家就不喝绿豆汤了吗 可能吗 而是也可能是这样的 我们早晨喝的是豆浆 中午喝的是绿豆汤 下午体育课喝了一个什么可可可乐 晚上又喝了一杯什么绿茶 对不对 这个所以呢 这个问题要弄清楚 我认为全球文化 它并不是导致文化的单一化 相反它是导致了文化的多元化 同意不同意 同意 也许你们发表你们的意见 这个是第一个要认识的 第二个要认识的呢 还是方法论上 我们如何对民族文化 进行尊重的问题 现在很可笑 有些地方 有些文明 有些人 就是太尊重他自己的文化 把别人的文化加以贬低 我们过去说 这叫西方中心论 听说过吗 这个东西 我们中国人不是 我们中国人 对自己的文化非常尊重 对别人的文化也相当尊重 中华民族 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 否则为什么西方的一些文化表象 我们这么认真的学习呢 办了个中央音乐学院 去学人家的交响曲 办了一个北京舞蹈学院 去学人家的芭蕾舞 还办了一个什么 中央美术学院去学油画 干嘛这样呢 他们怎么不办一个中国经济院啊 他们怎么不办一个国化院啊 他们怎么不办一个中国特色的舞蹈学院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态度 是尊重 是学习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一定会发展成为世界强势文明的原因之一 所以这就是原因 中国现在强到什么程度啊 强到了第二世界第二经济实体 厉害吧 中国现在的经济上啊 已经发展到世界的第二经济实体 超过了哪一个国家 超过了日本 明白吗 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明白 在方法论上 你自己越强 越要向人家学习 越要尊重 越要开放 我们也承认 在全球文化的传播方面 要看到现代媒体 传播媒介的作用 电视 你不能完全否定 没有用 广播 网络 这种技术手段啊 确实 能够把世界连成一片 这增加了世界的多样性 增加了各个民族的选择性 但是 你要能够刷新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对你好的 什么是对你最适用的 这个问题很重要 有些东西确实是好的 但是不适用 可以吗 你比如说 燕尾服特别是好看的 明白吗 但是我没看到 哪个同学穿着燕尾服 等我们教室里来上个 不适合呀 对不对 太麻烦呀 对不对 所以有些东西 它有它的 自己的环境 在这个环境里很好 但是在另一个环境里 可能不好 这个问题 我们要懂得选择 那么现在我们来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要了解 什么是论述全球文化的要义 在全球文化这个概念里 主要包括一些什么东西 这必然涉及到 对那个文化概念 文化 那个全球化驱使 以及何谓全球文化 以及全球文化的传播途径 以及全球化世代的文化的 众多特征的研究 这个领域啊 其实不是历史学研究的领域 它涉及到研究政治学的 研究国际关系的 研究信息传播的 研究经济的 大家都要关系这些主题 什么主题呢 什么叫全球文化 什么叫全球化的趋势 什么是全球文化传播的途径 或手段 什么是全球化时代 文化的诸多特征 我们现在觉得 我们很幸运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 多元化的文化的环境里 同意吧 比如说 你用的手机 是外国某个公司 新发明的 对不对啊 可能吗 你早上吃的是大饼油条 不过我到北京最不满的 就是买大饼油条比较困难 但是我上海的时候 小时候读书 总是一个大饼 一个油条 加上什么豆浆 或者加上什么 上海的阳春面 没有了 对不对 这个问题 所以呢 也许中午 我觉得疲倦了 我喝了一杯咖啡 我还不想喝 不好的咖啡 说不定还喝了一个 你们说咖啡哪种比较好 土耳其咖啡 还什么咖啡啊 你们大概不知道 肯定说什么摩卡之类的 这个不能喝的 然后呢 所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 多元的文化影响下的 一个东西 那么在多元文化的生活环境下 有没有几个是最主要的呢 可能有 比如说生活在中国 我们最主要的可能是 中国文化 那个环境 但是并不排除我们去接受 西方文化里面的 或者其他文化里面的 好的东西 对吧 好的东西 你看北京什么都不干 开餐馆是开在世界上 什么国家都有了吧 是吧 我们除了有川菜馆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大利餐馆啊 有没有印度餐馆啊 俄罗斯餐馆啊 有吗 还有很多很多俄罗斯餐馆 俄罗斯餐馆本来最典型的是在哪里啊 在那个北京展览馆里面 对不对啊 里面有个莫斯科餐厅 后来我发现的不是这里 以后告诉你们 一个 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啊 这里面的俄罗斯餐馆非常非常好 以后带你们去吃一顿 而且由他们的工薰艺术家唱歌 哎呀感动啊 工薰艺术家就唱歌 真好 这个就是说呢 要明白全球文化有些什么东西 第二呢 我们还是搞历史的 我们要研究全球化的文化基础 现在那些搞经济的 搞国际关系的 他们只是研究全球化 他们不去研究全球化的文化基础 像我们是研究国民性的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要研究全球化的文化基础 不能说全球化具备了经济条件 科技条件 那就是成全了 其实不是 我们说即使你有什么高科技的手段 那要看你电视里放什么节目 对不对啊 你放什么节目 如果放到别的国家去 他要不要你收看 对不对啊 有可能吗 哎呀 中国有几个节目 他们是很喜欢的 有一个小燕之眼 这叫什么东西啊 叫环珠格格 他们很喜欢 对不对 他们不那么喜欢 我说德国人不那么喜欢 梁山伯玉做银台 对不对 中国人喜欢 他们为什么 他说你一个男的送一个女的 女的送一个男的 送了两个小时 为什么那句我爱你说不出来 对不对 去追问我们中国驻德国大师 德国大师说 这是我们爱情的含蓄 他不理解 对不对 因为他在中国待几年 他就知道了 他觉得在中国 你就熟悉东方的环境 然后你跑到那个之间 看到一个人 你说说 啊我爱你 跟我去喝杯咖啡 人家会回答一句什么话呢 就回答一句比亚崔斯送给但丁的话 你看我有学问吗 我还有学问吗 比亚崔斯会说什么 但丁说什么 记得吗 但丁说你漂亮我爱你 比亚崔斯说 你无词不惨你 对不对 对不对啊 这个叫全球化 对不对 全球化里面我们说 不是一个技术手段 行就行了 而是什么 而是他有一种什么东西啊 有一个你播什么内容 人家什么能接受 什么不能接受 因为人家是有选择的 我们对外国来文化 也是有选择的 这个要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 要认识到 全球交流里面 有些要遵守的 基本的规则 比如说文化的比较 文化上的尊重 国民性的研究 民族性的研究 什么是才是我们的 真正的文化共享的东西 这个还有个尊重的原则 也是自愿的原则 所以我认为 只有在自愿 比较和选择的基础上 全球文化的出现 才是有益的和健康的 所以这一点上 我反对用什么 事件论来解决问题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觉得 文化的全球接受啊 它是选择对自己 优秀的 有用的 理解的 这个问题 第三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 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要分析的命题 包括什么呢 包括文化的多样化 包括全球文化 包括环境保护 关于全球文化 与人类健康 教育的全球化 国际标准的采用 和世界文化间的互动等等 现在不是中国有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中国公开什么 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 对不对啊 这不就是资源共享吗 我刚才不是说 我在这里上课要称 北京大学的同学们 新疆十和志大学的同学们 这不是文化资源共享吗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觉得呢 这个呢带来了一种什么 那个全球沟通的 或者优秀文化之间的 互动共享的问题 有些课题也是很重要的 你说环境的保护问题 重要吧 这几年你看 北京的那个沙城暴 少很多了吧 北京的沙城暴 是哪里刮过来的 是北京自己产生的吗 好像是更北一点的地方 刮过来的 所以我们要不要说 只要北京自己种些树 沙城暴就刮不过来了 照刮不误 只有那一边也种树 那么沙城暴就少很多了 对不对啊 或者说 那个北京空气 现在有点问题 但是你说北京空气弄好了 它也不仅仅是对北京人好 可能它对天津人也好 对不对啊 可能它对上海人也好 上海人别以为它空气比北京好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地方主义能解决的问题 而这个全国 跨地区 跨国别 这个全球的一个问题 水的问题 对不对啊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全球在变难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是不是啊 全球为什么会变难 汽车太多了 冰箱用的太多了 服粮用的太多了 是不是这样 然后弄了什么 什么千年的寒冰 小龙用来做什么 练武功的 千年寒冰都化了 那么水就上来了 水上来以后嘛 全球问题就大了 自然战害很多 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们说呢 既然我们是共享这个地球 我们希望 整个全球的人 对于环境的保护的认识 越来越提高 我们才能够做到呢 世界各个地方的人 都过上一个 比较好的 环境比较 生态环境比较好的 那样一种生活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都要研究 我们还要研究什么呢 我们还要研究 研究第四个东西 第一个是什么 文化的要义 第二个是文化的基础 第三带来的机遇 第四要研究什么呢 要研究一个挑战的问题 有人说 全球文化一来 就带来了一种文化挑战 会导致一种东西呢 会导致一种叫做 文化认同感的危机 这个不对 我觉得 挑战越多 你的自信心就越强 有两种人啊 被人家一挑战 他就不行了 这角色不是英雄 潘英比写了一个 什么文章啊 叫做历史研究 他说文明怎么发展起来 叫做挑战于英战 我也觉得蛮好 说那个全球化一来呢 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认同危机 我们认为文化的全球化 全球化带来的是挑战于机遇 现在有人做这个研究 他呢 说全球化对各个国家的什么 影响 有人去研究印度 有人去研究加拿大 有人去研究美国 有人去研究英国 有人去研究什么 中国 有人去研究什么 结果呢 合在一起 看看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 世界各地 反应 怎么样 反应当然是很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 并没有一个国家 认为在全球化里面 真正的损害了他的民族文化 甚至引起了文化认同危机 你现在 现在认为全球化一来 就要引起文化认同危机的 这是很浅的 现在有一些人啊 中国人啊 在美国活了四五十年 你说他们干什么 他们上班不得已去说外文 说英文 回到家里肯定说的不仅是中文 而且还是地方方言 在外面很科学啊 回到家里拜着菩萨 在外面讲的全是那个 特别伟大的东西 回到家里 站在地下室里 看的是金庸小说 相信吗 然后你跑到时候 你看什么书啊 我看金庸小说 你看到第几部了 令福冲怎么样啊 看这个 所以他们改掉了吗 他们改了没有啊 他们文化认同感 失去了没有啊 没有 为什么 中国文化 文明五千年的积淀 他们小时候读的四十五经 都记得 是吧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说了 根据的力量是很强很强的 别以为喝着可可可了 穿着燕尾服 你就是 洋鬼之了 不可能的 对啊 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 各地调查出来的报告 尽管千千万千差别 有一点是一样的 没有个国家认为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 它什么 真的有 那个文化认同感 没有 相反 它吸收了很多 新的元素 增进了国力 同时增加了 对自己民族文化的 认可 这叫做什么 中国有句话 叫什么话 叫不打不相识 打了以后 就觉得我的东西很好啊 像我 没吃过可可可乐 对它充满着 它对我是一种极大的诱惑 对不对 我有的时候极度的克制 对不对 但是呢 我喝了可可可乐 喝了雪碧 还喝了很多英国的奶茶 还有很多很多什么 珍珠奶茶 现在我发现两个东西最好喝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绿豆汤 一个是中国的绿茶 你看 我不就在多样化的比较以后 确立了我对绿茶和绿豆汤的信仰 对还是不对啊 对啊 这个就是 所以我们不用盘 第五 这里要认认真真的来谈一个什么问题呢 全球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关系 有人说啊 全球化一来了 民族文化就没有了 不会的 根本不会的 全球化 它并不是全球文化的单一法 而是世界文化的极大丰富 和一种多元化的发展 既然全球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目的是在世界优秀文化整合的基础上 获得现代性 现代的文化秩序 以此来获得全球和谐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 全球的发展呢 它是健康的正面的 以至于会对当境世界产生许多有益的实质性的研究 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呢 我们就对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有我们的看法了 也知道国际上研究全球化的 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研究全球 通史 全球史的那个研究呢 和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关系 这是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讲个更大的问题 叫做西方文明的运动 西方文明啊 给我们的一个感觉 就是它老在动 现在有两个人 一个人老喜欢动 一个人老喜欢静 你喜欢静还是喜欢动 你喜欢一个人老多事老来和你 我起上还是喜欢 我自己性格是蛮静的一个人 我老喜欢我的学生来动一下 其实我对我的学生要求就叫他们动起来 明白吗 学生和老师的关系 从某种不好的比喻来说 是一种弹簧的关系 你知道吗 老师很忙啊 你们学生也很忙啊 但是里面有一个学生是个好学生啊 他老来压迫我 他怎么来压迫我啊 他反弹我 他说老师我写了一篇文章 你给我看看 我说哦我很忙 但是会帮你看的 没想到我还没看 他第二个礼拜说 老师你上一个文章看过了吗 没看过 他说没看过不要紧 老师我的第二篇作业已经写好了 你看看好吗 那我回去就没办法拉 我就不仅要看他的第二篇文章 还要看第二篇文章 没想到他下个礼拜见到 我正想和他谈谈了 然后第三个 老师啊 你的文章 我觉得我以前两篇文章写得还不太好 我心过整合在另一个题目上 我有新发现 那个第三篇文章又压过来了 我第一篇文章是垃圾的 第二篇文章是有点想法 第三篇文章又来了比较好 他不断地压迫我 我就开始反弹了 对不对 他压迫我 我反弹 他压迫我反弹 我们几个回合打下来 这个就是增进了什么 增进了一种复兴 对不对 文化也是这样 所以我比较喜欢动的 也有一些学生啊 也有一些文章 他不喜欢动 他会玩一种好奇怪的东西 叫躲窝猫 会玩 你们会见你们老师躲猫猫 会不会啊 你们有个理由说 老师要不得主意 我没喜欢 我不敢去见他 假的 其实你们真心想躲 谁都找不到你 找个 带个研究生 他一年都找不到他 打他手机 关机 翻那个通信过去 不回 结果躲猫猫猫 这样呢 结果呢 就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还是喜欢动的 喜欢动的 动也不要动得太厉害 要在范围里去动动 这个动 这个动的一个因素呢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起了一个很富有私益的名称 我们叫做浪漫主义 听说过吗 但是我们在课堂里讲到罗马啊 讲到什么近代科学的兴起啊 我们又有一个 遇词不太一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理性主义 谈过吗 我们说西方文化里 有两个对峙的东西 一个是浪漫情节 一个是理性情节 一个是讲到文艺复兴 说是唯美主义啊 浪漫主义啊 最后收藏是现实主义啊 理性主义啊 所以它有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就构成了 西方文明运动的要素 这个要素的两个中心点啊 一个是动的 一个是整合的 一个是浪漫的 一个是理性的 这个两个因素相对峙呢 产生出很多西方文明的特点 这个特点形成以后呢 它必然会推动 西方文明运动的模式 最后呢 还会产生一些和我们不同的差异 我们来谈一谈 比如我们的课程里啊 讲到西方浪漫主义的时候啊 我们讲了很多 我经常说希腊人挺浪漫的 希腊的艺术家老是什么 行而上 要做那个天国与人间的中介 对不对 要像普鲁米修士那样去什么 去盗取天上的理想原型 对不对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说西方人有的时候很不浪漫 有这个情况吗 比如西方人推动的禁欲主义 就不太浪漫 你什么东西都要禁啊 禁欲啊 你说这个东西是理性的呢 还是浪漫的呢 看来不够浪漫 其实西方文明啊 这个禁欲主义对它来说 也是一种浪漫 你看那个禁欲啊 首先是想种彼岸倾慈岸 然后就是灵魂于肉体 精神于物质 把禁欲主义这东西 不说也罢 我们先下课休息 下课休息以后呢 下一节课再来谈这些问题